还画不画 我 我不画 不画 你不要忘了我给你说过的话 我再容你一次 你马上给我乖乖回去把画画了 你这次逃跑的事情我就不追究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你 你怎么来了 别怕 你到底是何人 为何要杀他 你先回医馆 你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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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 你为什么要杀他 你没事吧 你怎么跟来了 我不是让你先回异寡吗 我 不放心你 我没事 他 死了 他被我重伤 恐命不求疑 没事了 此人深乏歹毒 像是盗匪刺客之流 你之前在外面做了什么 怎么会招惹这些人 我 我知道你生活不易 江湖险恶 以后要多小心些 没ό 你以后少给我惹麻烦 就算是报答我了 达公子 找我做什么 做什么 骗了人就想一走了之吗 对不起 我 不应该骗你 说怀了你的孩子 对不起 熊熙若 我们成亲吧 你 你没生病吧 我 撒了这么大的谎 你还要娶我 你不愿意吗 我 我有什么愿不愿意的呀 不是 是我没有说清楚吗 我 没有深愿 我知道 我只问你 愿不愿意 是不是在礼府 你过得不快活了 当然不快活了 我本来就是大街上的野丫头 像你们那种高门大户 哪儿是我能带的地方 你既然知道我没有深愿 为何还要娶我呀 当然 不愿意 当然是不娶你就要娶宋家小姐 比起来娶你有更多好处 果然是为了这个 不然呢 我谢谢你救我 但是 我绝对不会跟你回去成亲的 因为我不想再骗下去了 你撒下弥天大慌 就想这么轻易地逃脱 熊熙若 你是不是太过天真了 那你就杀了我好了 反正这也是我应该承担的后果 你快点吧 我怕疼 你别以为我不会 大公子 大公子 我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普通女子 云摇满大街都是 我对你有什么用啊 你为何非要娶我呀 我就要把你困在我身边 一辈子伺候我 让你为那个谎言付出代价 你是不是疯了呀 行 我横也是死 树也是死 但我也得死得有尊严 总之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离府的 你对我撒下弥天大慌 你倒有理了 我哥哥已经道过歉了 我熊熙若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与其被你折磨一辈子 还不如来个痛苦 你别以为方才我救了你 此时我就不会杀你 好啊 反正我的命也是你救的 现在还你便是 动手吧 熊熙若 你撑住啊 就赌这一把 千万不能露钱呀 我要一个死人何用 我就知道大公子 可还记得这个 你 我早就查出你是欢喜仙了 之所以没有揭发你 是顾念你怀着我的孩子 如若你不跟我回去成亲 我就只好把他交给府衙 妄议朝廷熏爵之罪 你不要牵连我的家人 你自己考虑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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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我回去做高高在上的李府少夫人 还是死在这里 拉着整个云昭驿馆陪葬 李洪碧 你太过分了 你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嫁或者不嫁 我只给你三个数的时间考虑 三 你别威胁我啊 我才不要做什么高高在上的少夫人 我 我不去 二 不行 熊熙若 你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一 公子 我们成亲吗 我们成亲吗 自己戴上 词 我们成亲 送一些 你 全部 我们做个 fait 是 我们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